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渊源于皇帝时代就有了桃木能辟邪的传说 相信在桃木上作画可以辟邪迎福 古人在桃木上画神像一套吉祥叫桃福 古代民间盛船渡硕山的巨大桃树下 有图和玉磊两个神人专门鸡拿妖魔鬼怪 他们将坏鬼用尾绳捆绑起来喂老虎吃 老百姓就用桃木雕刻或画出想象中的神人 用来悬挂门上 即已须及避凶 东汉时代就留下 这传说的来源 殷少的风俗通义四典桃篷 维交 画虎条墓之下有记载 这传说是从上古皇帝时代就有的 皇帝书 上古之时 犹图与玉磊尊帝二人 性能知鬼 杜硕山上张桃树 下见愿白鬼 无道理 妄为人祸害 图与玉磊已为所 只已失火 于是 现官场已拉除夕是桃人 垂为骄 画虎于门 皆追孝于前世 既已为兄弟 图与玉磊两兄弟 就像是神界的公义判官 专门审判鬼界的赃否屈直 他们将无奔害人 为祸人间的鬼用卢尾绳 困绑起来 头给老虎吃掉 所以 东汉县官就在除夕时 装饰桃墓神人图与玉磊 并且在门上悬阻尾绳 画虎 用以驱邪避凶 魏晋南北朝仙木桃符神图玉磊 现今民间流传的门神画之一 魏晋南北朝承袭了桃墓神人的风俗 发展成桃符门神 因为桃树能辟邪 故而桃墓板又叫仙木 人们取来桃板画上图和玉磊 像挂在门户左右两边称门神 同时 寻为锁在门上 而门上的虎化 换成了金鸡章桃树上的那只领头 叫开新年新天地的思辰金鸡 在桃宗里《金蜀岁时纪》正月一日的民俗中提到 这样的桃符门士百鬼都害怕 多元多彩的门神桃符唐代的武将 和中窥入了门神之地 有了丰富的时代位了 唐代以无勇 忠义留名的武将位持工 敬德与秦雄书宝 是现在民间常见的门神画人物 保佑家家户户的平安岁月 西游记说 魏池宫与秦雄两人保护唐太宗李世民 免于龙王鬼婚之犯 无道子把两人画成门神画像 也一样发挥驱轨的效力 因此民间争相放效 秦雄年画 秦雄是唐初武将 护驾功高 林烟阁二十四功臣 魏池宫 魏初唐武将第一人 护驾功高 列明灵阉阁功臣 忠魏的传说不少 最早见于唐一时 传说他才华出众 却长得抱头虎鹅 铁面还眼 满脸求须 在高祖年间硬是无举人 因相貌其丑而落地 秀奋当殿撞结而死 后来蒙高祖赐原袍陪荡 忠魏无话后 是要为大唐斩枭除魔 唐玄宗曾经一度 虐疾病重 梦中见到 忠魏为他捉鬼 醒后虐疾也好了 于是 立刻命画师 按梦中所建画了忠魏捉鬼图 从此 忠魏失明 圣传天下 在道教中的 赐福镇宅真君 曲血真君 就是忠魏 后代还有特殊的门神画 例如仙子门神 童子门神都有 称是趣味万千 多姿多彩 仙子门神 童子门神 两宋门神 迎付春贴陶板 陶福的风俗到宋代还很风行 北宋的京都风俗至东京梦华路 记载了临过年前节景 近岁节 市井接印脉门神 忠魏 陶板 陶福 集财门顿驴和回头鹿马之行铁子 这岁俗节景到了南宋末年还是一样 看孟良路记载京城除夕前 画门神陶福 迎春儿 指马铺印忠魏 财马 回头马 等 溃与主顾 另一本南宋风俗至武林旧事也记录除夕 贴天行贴残门鱼梅 可以见到 宋代流行中魁巷的门神陶福 而迎财门的春贴迎春牌 行铁子 在庶民间非常讨喜 天行贴 行铁子 就是贴在门楣天行上的横批 一家人顺天而行 顺天行善 顺利化哉 财门顿驴 回头鹿马和财马的行鞋子 是那实在的特色春贴 画着带柴财的驴子 回头望着鹿鹿马 为主家招来财鹿 现在已经不传了 它和现在的年年有余余的春贴 都属于招财鹿门的 门神陶福和招财进宝的吉祥春贴 在过年习俗中 传递了辟邪那幅 这一段时间就能够财进宝财 这一段时间就能够财进宝财